一家人来的嘛 这个我完全不计较 就因为这粗之大业的不计较 袁永宜的生日宴浓缩成了小小的一碗拉面 不仅如此 张志玲送给老婆的生日礼物 竟然是一堆她自己代言的产品 难道她就不怕袁永宜使出大绝招吗 我家都搞不懂 因为我代言的产品 都是全城最好的东西 包括今天这个表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如果我的朋友生日 我都尽量去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 当天张志玲是在香港出席一场代言活动 因为在热播剧《冲上云香2》 饰演了酷膜一绝备受欢迎 张志玲的身价随之倍增 甚至有媒体报道 她因为这部剧 而吸引来的广告代言费 就超过了千万 钱啊酬劳那部分 我真的自己没有太多的概念 一切都交给经纪人公司 他们去处理 绝对了